英帝国,傍晚五点,威廉伯爵府,坐落在伦敦港郊区的伯爵府底,今晚上有一场空前盛大的贵族晚宴。 我见过柴尔曼本人,听说这种晚宴他从不参加,你就那么确定他今晚会过来? 他会来。 听你这意思,你好像很了解他。 商誉整理袖口的动作,很微妙地顿住,偏头看着封印,别有深意地扬起了唇角。 弟妹真的回国了? 嗯。 你现在不怕他再用丹斯里的身份偷跑回来? 不会,但李斯如果再次若近,海关总署会通知我。 你在海关总署也有人脉? 很奇怪。 棕色尖顶的教堂草坪前,商誉背对着入口处, 副手而立。 短短几分钟,自后花园草坪墙传来一阵稳健,且富有节奏的脚步声。 好久不见。 确实很久了。 看样子,你是笃定我今晚会过来。 他不在,你没有理由不来。 说得也对,虽然我们质不同道不合,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默契的。 商誉够了够薄纯,眸光犀利,可他还没开口, 自两人身侧草坪墙后,有一道极为清浅的脚步声传了出来。 黎翘出现在这里,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 他一步步往前走,脚步凌乱而不自知,伴随着咔嚓声, 他手中的香槟被碎了,酒液混着血迹滴入草坪, 而碎片却一直被他捏着,没有松开封毫。 黎翘走到柴尔曼公爵的面前,几步的距离,像是踏过了万水千山。 他们之间隔了一千多个日夜,从阴阳相隔到人间重遇, 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诞的事了。 黎翘站在他面前,漆黑的眼睛红了,却没有泪。 原来,你是柴尔曼公爵,那是不是我再也不能叫你灰仔了? 小七,看到我还活着,你不高兴吗?